一击入侵 一击入侵 三位伤我们厉害一点 毕竟不容 剑场红A层 再AQ 护士团狼 中路结束再压性 顺路抓一下 现在闪失想跑 晚了 我们再假装去自家红野区 给他一个假动作 一丢失视野 立马去他家蓝野区找团狼 他如果一复活就来打蓝的话 这个时候再打一半 过来 他有闪的 他闪就跟闪 不加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打这个蓝 其实不要打这个蓝 让蓝丢个野 然后来中路 二路之间 主要是让团狼知道他家蓝还在 然后假装去自家蓝野区 一丢失视野 立马掉头 继续去蓝找他 一般情况下 蓝狼看到赵姓没打自己家蓝 反而往他蓝野区方向走 复活都会来 打自己家蓝的 除非他看过我视频 这可能性不大 来了 我们惩戒好 可以先让他 帮我们打一伙 惩蓝杀人 才是最爽的 他可能先交惩戒的 不先交我们就 八半血再出来 先交就 直接出来 惩戒抢蓝 再捅 他闪现还在呢 他要闪就跟闪 跟闪 如果你们是这个蓝狼 被造型在这个位置 击杀后 你们复活 还敢往自己蓝野区走吗 不敢 对不对 大部分人复活 会去自己家蓝野区 先去打石头的可能性 只要大于6G 因为石头看上去离我是最远的 我们先来抓杰斯 这个时候 就算螳螂发现我 没在他蓝野区 但他已经快走到石头 准备开打 就算知道造型抓完杰斯 可能会来找他 但大部分人 都会硬着头皮打石头 6G还在 应该再打石头 毕竟抱着脚猩猩猩里的人 还是不少的 过来 帮我打过 这个时候 小石头我们就不要管了 我在他家红野区 他复活就不敢再进红野区了 那么他就会去蓝野区 打蟑螂蛤蟆 我们在6G插个眼 直接来蓝野区找他 先去蟑螂看一下 先打蟑螂的可能性 要大于蛤蟆 哎呀来晚了一步 他两级学的是E 他在野怪只有6G和蛤蟆在了 不知道他复活会打哪个 我们先来抓中 拿6G 眼看到他了 先假装没发现 把杰斯抓死之后 假装去自家蓝野区 然后掉头 就去找他 诶 他打不过6G吗 他两级学的E 然后又被我捅残了 所以打不过6G 他应该躲在草里灰尘 我们直接过去找他 哈哈哈哈 这里大部分人 会顺路把6G打了 这个选择不是最佳的 螳螂加野怪 就有蛤蟆6G在 6G他会以为被我刷了 那么他复活就会打蛤蟆 我们直接放弃6G 来蛤蟆找他 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快打完了 诚绩 哎呀舒服 他进塔 但是塔上没人 该轮转 直接抢杀 1Q 他将红块刷新了 螳螂还有3秒刷新 我们直接朝里灰尘 第一件幽默 赶路去红找他 还来得及的 没再打 那应该就再打石头 石头也打完了吗 诶 被石头杀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怎么回事 螳螂能被石头杀 等一下 1 2 3 石头有3只的吗 不是只有2只的吗 这小小石头怎么回事啊 怎么来的 有兄弟懂的吗 这是bug吗 不管了 看看这石头怎么当上螳螂的 这个是6G石头 1G石头被我吃了 然后螳螂为了逃跑 两只学的E 没有W 2G没学W的螳螂 打不过6G石头 也算是情理之中吧 我是这个时候过来的 发现他没在打红 就来石头找他 结果 他刚好被石头当杀 螳螂复活没有来打自己家红 也没进自己家蓝野区 是不是知道我会反他 来个互宽野区呢 有这个可能性啊 撒粉了 这个粉是螳螂傻的 那他应该在红野区 我们先抓杰斯 再自己家红野区 DA W拿下 再去红找螳螂 6G还在 红看一下 红不在 打完了吗 这螳螂也太坏了吧 不可以 散线追 你往哪里跑 散线 你把W 哎呀 挑飞 螳螂加蓝刚刷新 大部分造型 都会选择顺路把蓝收了 螳螂也会这样想 这样他就会去打红 我们直接放弃了 来红找他 刚开始打 让他先打一会 等差不多了直接出来 然后帮他把红收了 他这蓝还在 不知道螳螂复活 敢不敢来打蓝 好像是不敢 我们打蓝 如果打完这个蓝 他还没过来 他可能反向刷野 去我蓝 只有这个可能性的 我们直接回城 幽梦开起来 针锋夺秒 这只家蓝不能再给他反了 应该没打完 4G 哪有那么快 W DGAQ 100块 他在野区 除了红蓝Buff 都在 那么他会去红野区 还是蓝野区 我觉得会来蓝野区 因为蓝野区离我远一点 蓝野区肯定先打三狼 诶 同时来的 兄弟们 如果你们是这个烫狼 你们该怎么玩 刷自家野怪被我 互换野区也不行 他直接放弃了 找遍野区都没找到他 挂机了吗 人在哪里呢 诶 他是干脆不刷野狼 直接来下炉 抓人吗 你抓得到谁 直接送他走 感觉他太惨了 不出意料 他们投降了 我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过分 对不对